首先咱们从市场买的八爪鱼 也有的地方人家称为小章鱼 接法可能不同啊 邱哥教大家伙怎么清理这个八爪鱼啊 首先看见了吗 这是八爪鱼的眼睛啊 看见了吗 皮肤的颜色呈深灰色 咱们给它掉转过来 然后啊看见了吗 大拇指伸进里边去 这食指给它翻出来 把八爪鱼的脑袋和内障 都给它薅出来 咱们不要啊 然后呢 八爪鱼牙 八爪鱼牙一定要给它挤出来 这也是不能吃的啊 然后八爪鱼的吸盘上面 个别的位置啊 会有一些蚕鱼的泥丝啊 咱们在水里边给它揉搓一下 给它洗干净的啊 没看明白的 邱哥这演示一下啊 看见了吗 正面呈深灰色 咱们反过来 看见了吗 用咱们食指给它翻过来 里边的内障和墨囊 都给它去掉 不要 哎 再戳洗一下 看见了吗 把八爪鱼戳洗得非常干净啊 像这种那小八爪鱼啊 咱们呢 给它一分为二就可以 看见了吗 这一分为二就行 别切的太小啊 看见了吗 先这么大八爪鱼 就直接从中间切一刀 全部擀完刀 咱们先放到小盆里边备用 准备点洗干净的蒜苔 切成段 咱们蒜苔也一定要选择嫩一点的 好 然后先放到盆里边备用 料头咱们切点大葱花 再切点姜片 水温烧到60度的时候 咱们下入八爪鱼 海鲜的菜饼焯水的时候 千万不能废水下锅 然后加入10克料酒去腥 因为海鲜的食材 吃就吃它的鲜嫩劲 爽脆的劲 你开水下锅很容易把食材烫老 吃起来呀 跟椒皮似的你咬不动 你像肉食类的东西 假如说猪肉牛肉羊肉 你煮的时间越长 它的食材越烂 海鲜就不同了 海鲜你煮的时间越长 你越咬不动 水要烧肺了 咱们再加入一勺凉水 不能让水温它伤得太高 要持续80度左右 把八爪鱼给它温熟 咱们加入凉水之后 水再次烧肺了 这就可以了 咱们倒入控水 大家看一看啊 这八爪鱼啊 按照川哥的方法去焯烫 特别的鲜嫩爽脆 把锅提前烧热 加入一点食用油 然后放上八爪鱼 再下入蒜苔 把八爪鱼的水汽给它炒出去 这样咱们八爪鱼炒完之后 它不容易卸汤 把蒜苔鱼也跟里边上 跟着八爪鱼炒一下 把蒜苔炒至炖生的状态 八爪鱼和蒜苔下锅炒至一分多钟 就可以了 现在蒜苔鱼已经炒至炖生了 因为咱们蒜苔选择的非常嫩 所以说要特别容易熟 然后放在肉炒里边 把水分往中控一控 把锅提前预热 加入食用油 放入葱花姜片 把料头炒香 蒜苔辣椒酱 放入一勺 这种蒜苔辣椒酱看起不到辣味 吃着不辣 把酱香味爆出来 然后放上咱们提前炒好的 八爪鱼和蒜苔 松锅边烹入三克料酒 挥发蒸香去腥提味 然后简单翻炒两下 海鲜酱油加入八克 提味提鲜 精盐放三克调底味 鸡精两克提鲜 白糖一克提鲜和味 然后继续翻炒 把调味料炒至融化 最后咱们用撕菜粉勾点薄芡 好 淋出锅之前咱们再放点食用油 然后增加菜品的香味和亮度 双排 八爪鱼炒蒜苔做好了 千尔哥先尝尝味道啊 嗯 口感鲜嫩爽脆啊 太ok了 而且味道非常饱满 蒜苔完全成熟了 但是口感也是脆的 那么好 四面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菜 能对您有所帮助 别忘了给车哥转发点赞加关注 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